頭場賽事,三班一千米,剛剛昨天的賽事非常大利內蘭 不知道踩得多會不會內蘭沒那麼好 但怎樣都好,頭場賽事感覺很簡單 1號、2號穿了3次嬌,這次的對手仍然很差 1號穿不嬌上次大幅進步,彈掉了加分的飛凡 都很合理的,但破了紀錄就很厲害 感覺上上次的T,穿不嬌,飛凡,第三名就是萬眾力德 很大機會又會翻版T,上次的姿態,排了四檔 這次守著2跌位置,放了出頭,都應該正常沒什麼阻力 2號馬飛凡,我忘記上次遲遲也說過 他評分真的沒什麼優勢,已經加了分上去,好像難一點 但上次快步速之下,快時間之下,排了一檔 回來,過到藍莊之歌,萬眾力德 不算很突出,但可以再爭Q 三號馬,北驅威龍,這隻馬很大隻 但原來磅位不是很重 初出爆超級冷門,但那場馬有點人氣我取 因為一堆馬在後面蓋上來,前面有偉多幅斷 每個人都看著偉多幅跑 11月28日後沒再跑,但最近C波草集 勉強的進龍區,我覺得不太好 我覺得床態未夠,除非初出也是特階 四號馬風中徑蟲 在外國的形狀,他只是贏Gooseford 贏一場馬鈴,贏一場Bandmark64 輸給Midland 不算很強的採職 三班都可能問水少少 見到他最近試襲,輸給超班 最新鮮,最近這些貨集 都騎得很一般 再之前輸給當家後王 騎下去不太肯走 10月20日,那貨重化草集 輸給資本家 那時候放得不夠 我覺得狀態來得很一般 五號馬,摩拳拆掌 這些馬都來到香港,真是神奇 贏了三場 鄉鎮級賽事,連續贏了三場 當然越贏越難,贏了三班賽 即是香港的四班至五班賽職 這樣都來到香港 無論如何都好 看回他的閘 最近1月28日試貨閘 騎下去也算肯走 但不夠超班 隔營眼神跑 再之前贏過重化泥閘 第四班 他不錯 狀態初起,七八分水準 能力上是 減一下分落四班會好些 但很準的 我不排除他有第四名 這個總在香港暫時還未開齋 六號馬士士亨通 排了一個七檔 近方一般的 但明顯配合大金庫而來 一月二十六號 加了一個羊毛麵糊給他 回來也不多 很明顯不是貴初那麽 fit 除非突然間又醒了他 有些打針也好 吃的補品也好 什麼都好 如果不然都應該幾難 欠到前三名 四龍彩等分票 萬眾力得 真的跑一千比一千 好過一千二 現在重視一千 是很合理的 上場就快時間回來 均速回來 有個第三名 上次都輸一個馬尾比 非凡 今次都應該不夠 非凡跑的 差第三 都靈勇士 其實他外國的形狀很差 但本身他自己擁有馬 他贏了一些很小的 這樣都夠過 純粹因為他自己擁有馬 他之前跑過第五 之前有個第五名 是均速回來的 慢速回來的 慢速回來的 一點都不厲害 所以我覺得 他要再進步一點才行 這場馬一二 不用說了 順序一二 第三名就是萬眾力得 馬尾單式三龍彩選手 只要二十多三十元 如果你事不行 用來過關 就買單Q 位置Q 正常來說都是一二 第二場 五班2200米 這場馬就頭痛 當然這場馬 有九隻馬都跑過這個路程 但是很突出狀態 或者很突出檔位的馬 不是很多 潘頓又沒有馬騎 如果潘頓有馬騎 就容易撿些 可以重點點選他 但潘頓偏偏沒有馬騎 八場馬 好像不止四場一檔 六七場是內檔的 真是幫了他 一號馬這隻 睡眠攻略先 連續跑兩場這個路程 上場回來就捱 明顯捱不到 不停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 卓庫曉龍的位置 踩 你又不踩 然後跟人鬥後勁 最後一場 散了 他要均速在前面走 有少少那些味道 上次的步速 算是偏慢 但最後一場是明顯地扯快了 但這場馬沒有步速 第一他排了三檔 可以守好位 純粹博一個正常編慢步速 他就可以賺 但很難再贏 選到沒有馬 就選他 二號馬 旺旺旺無區 Pierro仔 上次的均速在前面走 我有少少擔心這隻馬 2200米到不到 1600米完全沒問題 2000米真的不敢說 我有少少擔心 狀態OK 平分又有優勢 12檔 就算是劉多樂包還沒跟你跑 看看他怎麼跑 應該不能出來走 我純粹因為知道他有分有班 我才放回貼士 但我對於他的氣量是有少少保留的 上心星 用班德力一定跟你組 評分35分是應該可以爭位置 但贏就應該很難 所以沒可能放在他走投 始終是長途氣袋 快步速也可以 萬步追又行 是否要追一段 班德力一定跟你剷一段 這隻馬穩陣那隻 過往補他很多 我覺得你要拖腳 但不要做膽 撞一擋 如果太厚 回想中就不能追 榮觀大盜 真的不知道馬房想怎樣 之前博得很厲害 以前看見他2000米 都是穩穩的 2200米是捱的 每次都 這個路程我不相信 1600米 我猜得比較好 能力當然是34分 很便宜 但是這隻馬 跑這麼多 季度跑九場 這隻是九歲老馬 我覺得他頂不順 有少少 五毛馬行樂之光 剛剛贏了馬 贏了2200米 時間不算很快 但是頭馬就是頭馬 贏了有力和 升出魅力 他都是萬時間 萬步速之下 他就 捐下捐下 也不算捐 總之在彎位 就踩出 然後走掉了 不是很特別 但是這次仍然可以用這個跑法 你快捕捉是適合他的 萬步捉 他守住好位和你跑的 穿河晉區 是NOTTO SINGLEDOT 下線是HATSONET 段古都不是那麼長的馬 看媽媽那邊 就去到1700米 好像 要給他一點時間 他跑了五場 還未起 這幾個狀態 生生福運 大長途馬 下線Galileo 是NOTTO DEVEGA 的兒子 一定是 大大大長途 在香港 叫大長途 2000米打上的馬 跑這個路程 試過沒問題 但是很慢時間 被他 中段踩 踩踩走 但是之後 再跑兩場 都是一般 上一場 跑的第五名 我覺得那個第五名 不算失禮 但是 我放不到在貼士上 我覺得這馬不厲害 所以 排他一檔 我 不選他主要原因 是排一檔 因為這場馬沒有步速 如果他守住三四位 我想他起步未必很快 守住三至六位 他在內南會堵死 有力 看到上一場 就跑了第二名 算出色 那個第二名 輸給行樂之光 他在前面走 他越走越幼 我猜不到 我以為他會散 但他回來後 有 飽了62倍 當然 這次應該是16倍 我覺得 拖腳 而是 宜威 跑的 跑這個路程 當然沒有問題 他是一隻 中長距離馬 在外地 當然只是跑1400米 但這隻馬 還未見到 你看到他 最近的四貨集 和俊優自在 好像明顯地 沒有之前那麼肯走 他站得緊要 最後 最後 真的不多 當然 苗里德馬房 和他練的馬太 會練成怎樣 希望會進步 但是 一出就出場 2200米 合不合呢 我覺得 氣量方面 沒有問題 但狀態方面 好像沒有之前那麼好 看看這次 會不會自己在前面 可以萬放到去賺 零豐 馬房的第一選擇 用馬雅 跑2200米 當然沒有問題 上年也是這樣贏 當時是19分 但現在是24分 更方的 12月15日 跑完之後 就 沒有再試襲 功夫不像馬房的資料 當然 和寶山已經大了兩貨 400米 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總之這個馬房 他的操練 經常都很奇怪 11號馬勝出魅力 再增程 之前在2200米 跑過第三名 那時候 輸給行樂之光 和有力 之後 縮回到1400米 都很近 狀態他OK 狀態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 他12月15日之後 已經跑了 四場馬 我覺得有點體力 我怕有點累 是這麼簡單 跑得就跑那種類型 我等著他 跑 泥地1800米 上場泥地1650米 回來輸給雷霆戰區 有些被彈掉了 但是 看到他有走勢 所以我等他跑泥地1800米 我想會比較好 榮華王昌 泥地1800米 開始越來越近 上次三檔 就開始近一點 上季在2200米 跑到第二名 可以救回 但這隻馬 本身都已經不厲害了 你看到他 來香港才跑22次 只有兩個位置 最多頭主都是四重彩腳 但是近方 不一般 這場馬很難選擇 因為只有儀威快一點 榮冠大盜未必會放 勝出魅力10檔 不放 浩溫寶俱排12檔 不放 睡眠攻略排3檔 跟前一點 其他馬都好似敏水 我選擇都沒有選擇 局處放上心星 和睡眠攻略明顯有少少分的馬 行頭 行樂之光和有力 能夠跟前一點的位置 可以跟著儀威買的馬 所以不能不選擇 我選擇他純粹是因為 我覺得他會 塞的機會是低於生生福運 就是這麼簡單 但這場馬我建議 撐去看不要投注 第三場 五班1650米 這場馬有幾隻跟進馬 所以好像真的要倒一條單Q 在捕捉方面 總統之星會跟前一點 放頭馬應該是愛蕭瑤和華美福星 只是怕老表勝這次放 幸運勝區也應該會放 但好像泥地好一點 一號馬這隻幸運飛彈 也跟了兩場 上場應該贏 但輸給獨身訂做沒辦法 他都跑到一絕 上次佛宏星跑 這次繼續給星仔 有些賠率 評分實在太有優勢了 全組最有優勢的一匹馬 不能不把他走頭 二號馬得福 我經常說這匹馬試襲試得好 但親拍的時候還沒得過 跑八次輸八次 Prince仔下線 O'Reilly四歲才大熟 1月9日輸完之後 輸了一場短一點的路程 接著看到他試襲 騎下去也有點走勢 是要騎 我很不喜歡馬騎 所以我暫時選不到他 減3分的馬 再說一件事 1 2 3 4 5 6 這場馬12隻馬 6隻馬減2分以上 7隻馬減分 另外5隻就沒有減分 明顯地要選5隻馬 這麼簡單 華美福星配合周俊諾 減幾磅會幫到手 看回他之前連續兩次跑第3名的時候 都是排好檔 排2檔 在前面均速回來 田草那場是不差的 但之後他谷草那場 100米很明顯是賺了一個萬步速 這次他有權再賺 但我覺得1月1號跑完之後 功夫不像樣 1月20號試一貨集 不太好 我覺得好像有點落了 4個馬老表醒 這隻馬如果能跑上季的水準 就隨時贏得 金管是一群5班 是隨時可以按制的馬 這隻馬不厲害 但他隨時突然間會來 所以如果你投注四龍彩 或大賽遲的話 一定要拖回四龍彩腳 因為這隻馬肯定有分 不要膽 不要理會他何時跑出 但如果你賭QT 這場馬未必會拖 但四龍彩位一定會拖回 長期突然間跑進來的馬來的 5號馬很聰明 不如這樣說 1800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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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 好像有點嚴長 再看回大前仗 或是歸內第二第三仗 跑這個路程 跑到第二和第三名 有一次就輸給這隻信心滿滿 跑人迷宇迷宇之後贏馬 跑完八路盛勢 他再次跑第三 輸給小武士 陸續爆發 四班都贏了 跑完堅利地 八路盛勢那些 計馬 這個評分應該有點優勢 但在跑這個路程 剛剛跑完千百米 就減了兩分 他這個路程是會對的 但是 但是 好像比他好的馬更加多 所以我覺得 老表星和勁勢 最多都是四重彩能翻票 六號馬幸運勝區 如果臨場下雨 會幫到手 現在很濕 看到外面下雨 到時不知道會不會下雨 泥地會好很多 草地會溫水 但是上一場 為何會跑回來散開 退了了 阿丁仔馬房的馬 好像飛天劍一樣 貴初很厲害 之後退了了 好像沒有藥 好像沒有藥 第二樣子 第二樣子 馬根本是有分 我唯一擔心的 幸運飛彈 比起他的班數 是高很多 只是這麼簡單 只是這麼多 只是要說這麼多 剛剛那隻進龍區 和主馬都能夠 跑到第三名 好像是第二名 看見他跑了 田祖千四米 上場是虧了 萬步速 回來追不到 那隻肩有尿 再之前 贏過幾馬 很輕鬆那場 那場都是萬步速的 一爆下去 你不夠跑 他是一些 五班頂馬 用潘頓 唯一擔心什麼 一檔 沒有什麼步速 以及增程 計馬真的不夠 就是幸運飛彈跑 但是這兩隻馬 好像也是單Q 總統之聲的八號馬 用莫丹來用誰都好 我經常都說 這匹馬 你回看上季 贏到31分的時候 已經很厲害了 他26分贏馬 其實很純粹 但那時是fit很多 fit他現在很多 1月16日之後 沒有再跑 功夫不像樣的 狀態明顯沒有之前那麼好 而且他的評分 要再減一下 我覺得他有少少明德之星的感覺 九號馬 波哥哥 上場怎麼跑得到 第三籃 在中段 移動了下去 到最後的時候 可以在裡面捐回 可以做得到 很神奇 馬雅 完全解釋不到 為什麼 但是1650 不是嚴短的 十號馬 這隻魅力漢子 本身應該是排第二選 總之是那幾隻馬跑 是奧龍區 幸運飛彈 和這隻 這隻馬 這隻馬 上場跑過泥地 抹了他 當沒跑過 他跑草地 能夠跟好位 但這次排12檔 考一考他 我怕他太厚 追不及 但是計馬是有權 爭生龍彩腳 金剛複星 雖然排12檔 但始終的評分 最好處是他 比起老表繩 很厲害 還未複星 還算近況 這隻馬近況不差 1650就嚴短 但他一定會追一段 所以看看他能夠追究 我放到第五選 是這麼多 放不到在頭三選 愛逍遙 他肯前置 我便可以 他不肯前置 便不可以 這次他會不會放 用巴道 排三檔 上場好像快地 時間回來 不厲害 被一隻 又在騎乘中段 踩休 一聲就掉了 差點被華麗 全城世紀之位過來了 所以上場的 第二名 其實不厲害 但沒有快馬 如果他肯前置 有權爭位置 是 重點 場次 我覺得幸運飛彈 奧龍區幾倍都好 都要買到 位置Q 美力看子 有權爭第三 因為十二檔 不能放到頭兩選 但我覺得 是幸運飛彈 奧龍區 好像挺穩陣 我想這條位置Q 還有五倍 是有權利的 第四場 四班1800米 這場馬的報速 看看亞洲力量會不會在前面搞 其他馬全部都不是特別說很快 我選了兩隻冷門 我之前都說是跟進馬 昨晚寫了這篇稿 我都覺得有點牽強 但沒辦法 不想改稿 這場馬有一二三四五 十二隻正選馬裡面 有五隻馬是減兩分或以上 另外還有兩筆馬是減一分 又是側了到另外的五匹馬上 正常來說 看看會不會是勝利波幅 威威高星 度星定做 陸續爆發 那些 就比轉石復星 比較可靠一點 因為馬其利段今天用黃進 現在五十三分當然是好處到雲 但是 究竟他哪一場才來 真不知道 頭處上只是四重彩腳 知道他有評分優勢狀態 也好像越來越好 但是他近幾場都沒有誠意 真的要看誠意 而且 這次 上次跑完一六五零米 增程跑一千百米 其實適合過一六零米 我會怕這隻馬 如果你說大賽一次 但是 我只是限於拖腳 二號馬轉石復星 排位前 選了他 第二選 原因是他跑近四場 兩個第三名 很準 千百米也適合路程 他均速 能夠前置 他今場馬 就算沒有捕捉也好 他都可以在前面賺 就是這樣 三號馬 三號馬 紅腐之王 和鑽石復星差不多 近四場 四個屁 千百米應該比二千二 二千二某度 而他又是均速前走的馬 兩隻馬都差不多 兩隻馬都要賺 看看兩隻馬賺成怎樣 兩隻馬不能不選 但只限於拖腳 我選鑽石復星先的紅腐之王 我感覺上 船石復星可能還有上升空間 而這隻紅腐之王 我覺得 好像沒有他那麼好 但兩分馬都是腳 四號馬標之王者 你見到他 健康很有問題 他以前四班頂 三班近而沒什麼威脅 文家良馬房的時候 然後轉到蘇保羅馬房 連續跑六場 不斷減分 這次過來跑菊草 應該會適合他的腳環 但近方很一般 選不到他 勝利波幅用巴道 看看他前兩場 跑路程千百米 或者這樣說 季來跑千百米 跑四次 一個第二 一個第四名 其實應該可以的 但上場跑1650米 真的會很難看 雖然沒有減分 但很難看 在中段離開了 這次排一檔 會不會前置輸 他要留著來跑 前置不行 排一檔 會不會幫忙做補促 是害怕這件事 計馬 你勉強四龍彩 即是三隻 Wati勉強兩一票就夠了 六號馬陸續爆發 其實這隻馬 狀態在很久了 但我唯一擔心 快慢捕捉都沒問題 但評分好像沒什麼優勢 贏了兩隻馬之後加了10分 感覺上沒什麼優勢 而且這次排12檔 留到六包未追 我怕追不及 但這隻馬是合理的 七龍馬希柏龍 之前也說過幾次 這隻馬是中距離馬 初出那場已經沒有看過 但第二場 雖然跑第11名 但只輸3個馬位 他輸給炎炎元翠3個馬位 而他是很隨便追上來 一堆馬近的 我覺得他追得不錯 真的追得不頑 而見到他 預勢是不差的 再上一場 見到他跑第5名 他也是閃閃縮縮的追上來 但勢頭不差 這次應該不會太冷 還要用到 周俊朗 我想應該是15、6倍左右 但這隻馬已經跟了兩場 這次跑1800 其實1800、2000更加好 這個總在香港成功率非常低 但這隻馬感覺上是有用的 而且馬防刺是配合而來的 威威高星 我經常說騎鏈合作成功率非常高 有很多位置 我見到這匹馬 評分48分有點尷尬 但狀態其實已經起了 又是一匹不敢畫死的馬 但只限於拖腳的馬 亞洲力量 好像還在試路程 但你見到他上場跑到泥地都追 泥地很厲害 草地很一般 但是泥地1600、1800 可以的 現在43分 減3分 落彎 草地 如果臨場有雨 可以幫到手 但 算回馬 四重彩 都應該不用預算 福善 馬壞了 減4分 我等他跑泥地 草地 我一直都說他不厲害 等他跑泥地1800 會好些 暫時選不到他 天衣無縫 說過 上季就FIT 可以贏到兩場 但之後很明顯在死板 是不夠跑的 他會 很多這類型的馬 經常覺得他好像近 但要拖回 但這隻馬 這次除非被他撿到好檔 除非他能夠全程守住三四位 不然他應該賺不到前四名 度身訂造另外一匹 新聖馬 但又是贏得很敏 我相信 時間姿態也不是很強 但就FIT 那隻馬 沒有評分優勢 加了訓之後 但就兩匹新聖馬 不能不拖腳 正路 應該選鑽石複星 紅腹之王 腳要選兩隻新聖馬 即是 陸續爆發 度身訂造 但邊線馬 多都很重要 我比高星 亞洲力量 天衣無縫 勝利波幅 甚至 奇尼斷金 都有權可以突然爆發 但反正也是 食屎食大狗 以及 跟進的馬 希柏龍 這場馬 就算有沒有捕捉也好 守著他 排他的二檔 我想他這次會跟前一點跑 好跑 希望他仍然交出出那種爆發力 長途馬 這隻馬 很爛 不要以為他在過終點後 有少許會停 但這隻馬 是要一直騎著的馬 所以我覺得 這次有十幾倍 可以嘗試一下 第五場四班 千二米 看報名表之後 我沒有想過 這一組不是重心 投注場次 但看完排位之後 又好像熱意地 都好像要搗 那條Q 一樣 因為馬 量化寬藤 跟前一點走 不要留後跑 說了一整季 幾 雖然初出那場 四十八倍贏 我中到啪啪聲 我沒有得到 有得到 我有得到 我趕了很久 前置 季萊跑了五六次 跑五次這個路程 四個第二 一個第四名 上次 抹了他 當沒有跑過 輸給旋風飛影 新威力 合約精神 全部都好 他也跑了 他也跑了 董大 所以上一場是強組 這次排二檔 沒有快馬 他出來走之後 應該贏馬了吧 浪千歲 上次也跑了第三名 究竟何時才肯跟前一點 甚至是自己放 他回來後 連聖旺才都過不了 我有點覺得 他要贏就要進步 這就是梁家俊 一定和你少留來跑 但他有權差第二 三個馬運來 孪寶 1月23日也輸了十個馬位 還未夠 這隻馬 有馬配合而來 但不是這隻 方唐勇士 方唐勇士 上場初出 跑了第八名 輸四個幾馬位 都算輕描淡寫的 跑近 但迫近不到晉神 特攻 清明勇俊 要再進步一點才行 暫時看不到他有進步 細澤陰星 用輪仔 楊明倫 看回上季的兩場 其實不差過 四班應該夠跑 但你看回12月3日 輸給福逸的貨集 時間上好像挺好的 但姿態不一般 最近輸給熊圖巨星的貨集 我覺得 是不是真的狀態好呢 因為那場馬的步速是慢的 第一 第二 連熊圖巨星都過不了 我覺得他有能力 但狀態 八、九分水準 要猜的東西比較多 而且這個輪仔 我寧願放到第六選 但投注上 應該要大採詞 領一票 開心疏賽 終於收到一個好檔 這次是四檔 上次排10檔 當時很多人說 初出走光 其實初出我之前都已經說了 這次馬一定追了一段仔 結果他就追了一段仔 上一場 用漢銘連跑 也是追了一段仔 但連賽德爾也追不過 只是拍著一隻 眾款笑回來 我在他跟細疾陰星之間選擇 但我覺得他始終 陣上 近來雖然沒有東西看 但之前的試襲試得好 我覺得他這次有權 可以在細疾陰星之前回來 但兩匹馬的機會差不多 七號馬新威力 馬房一來了 你不能不繼續拖他 這場馬不算很多快馬 所以他排10檔也好 仍然有權可以守住在三四位二檔位置 上次的人和力量幅度多多 幸運旅程 看著你們吃 前一次落重飛落到57元 緊緊鬥輸了 被旋風飛映 旋風飛映剛剛輕勝三班 當然他那場還可以跑贏梁法寬騰 算死數應該是 應該也是 梁法寬騰踏身位 我害怕 我害怕 到時看盤率 看一拖二七 怎麼辦 但這隻馬是有權 贏不贏 贏不贏 應該贏不完 但他有權搶Q 仍然贏 季樂跑兩次 上場跑1400米 跑不成 前一場跑1200米 第五名 均速一點 第一 第二 他平分 我之前說過 他上季很健康 但到五十分左右 就不夠跑 沒有平分優勢 他只有四班尾 五班頂馬 功夫上不算少 看見他試襲也算肯走 但平分沒有優勢 就是這樣 跟小隻飲星差不多 丁冠河和蘇惠爾馬防的馬 兩隻馬都是邊線贏 喜悅精靈 我迫選他一個原因 一檔 潘頓 我說了很多次 他不是一隻1200馬 1400馬 1600馬 跑長一點 勵地會厲害的馬 但死要跑1200米 薄賠率 頭處上四龍彩腳 這隻潘頓一檔馬 一檔馬我就看低一點 因為明顯嚴短 除非能夠守三四位 而且還可以交到一個 號徑出來 否則他應該是嚴短 十可馬同盟力量 說了很多次 他不被人笑得 他不可以拍著人放 這次排十檔 裡面有量化寬騰 有狼千歲 在他旁邊有新威力 在他裡面還有一隻獵獵獵 他不會跟你進走 守住二碟 他一定輸 精明勇進 越來越近 經常追了一段子 欠五分 正正經經地下班 還是下一場 終於肯爭成爆千 四千六米 這個馬房成績差 是有原因的 經常只顧著賭錢 那些老闆 沒有辦法 有能力的 四班 但是需要跑長一點 排九檔 應該追不及 但是會追這段勁 福氣多多十二號馬排七檔 均速在前面 守住四五位內蘭位置 我估計 我想二碟 不會內蘭 應該虧不到 但是四龍槌 就是這麼多了 好了 兩塊寬騰應該是穩膽 但是贏不贏到就是看運 狼千歲 雙胎 薪威力 兩隻馬很明顯地是可以爭Q的馬 但是三紅彩腳很多 方堂沒有事 其實我不敢畫死四龍彩腳 細疾陰星 開心梳塞 仍然贏 喜悅精靈 這些可以爭三紅彩腳 四龍彩腳 就是那些福氣多多 精明勇俊 但是我想我會偏向就敢 量化寬騰狼千歲 應該有十幾倍Q的 臨場看看什麼賠率 因為如果狼千歲不放 就算他放也好 未必是一隻這麼厲害的馬 所以如果兩塊寬騰 踏身威力有十五倍以上 我們就倒這條 第六場三班1200米 這場馬的步速應該會正常吧 但是我只是看到正常 你不如說很快 看看閃耀榮光和合衝共濟 紅衣火會不會在前面攪 好 因為馬閃耀榮光上次很神奇 為什麼會不放頭 是直接不放 好恐怖 這次會不會又不放 明顯有馬配合而來 但是這隻馬是配梁家俊 和潘頓特別好 不是梁家俊 潘頓特別好 潘頓也不奇怪 配了一班得禮 如果前面走可以爭四龍彩腳 但是78分 完全沒有評分優勢 選不到他 二號馬長長精彩 跑三班賽當然是好處 但是上一場 看見他跑第七名 回來後 不算很多年 呼錄都過不了 當然上一場馬是有少許蝕蝕的 可以輕微的 可以勉強說的 但是季內 74分就跑第三名 75分就贏馬 可能還要減少少分 明顯這隻馬去不回上季的水準 而上季贏馬也是60幾分 所以現在可以很簡單說一句 他需要減少分 他不是一隻超班的馬 現在可能是一隻70分左右 才得的馬 不如這樣說 78分 減到75分才算 在這組裡 我覺得他是可憎 但是完全不穩定的馬 三號馬大金庫 騎煉合作成功高 但是這隻馬就有少許沉沉地 第二件事 在上一場 雖然跑到第四名 就是輸四個馬位 是跟萬仲力德 跟樂逸一樣 被日營 精彩用士都彈掉了 你可以說他在內蘭蝕了 但是近方上不太好 你看到前面那隻 這隻馬要知道怎樣處理 明顯地會盡跑 但是近方不太好 這隻馬 莫朗球 我不敢畫死 因為他有少許聖木勇俱 隨時會爆一段 這隻馬的狀態來了很久 他初出的千二萬 我已經有選擇 如果不是逆賠蘇明輪 那天應該更加好 但是結果 配了蘇明輪之後 留得太厚 連續輸了兩場之後 谷槽 但是這隻馬的狀態肯定來了 所以這隻是3T Mati 和四龍賽的大冷腳 無論如何都要拖回他 南莊之歌 上場就僅僅輸了 他評分72分 不算很有優勢 但始終是一隻田草級數的馬 你看到他剛剛那場 跑到第四名 回來是最後一部輸 還輸給萬眾力德非凡 但是被人彈掉了 這次的步速方面是關鍵 因為如果他走得快 他就能幫到他 但是如果他走得不夠快 他就未必能幫到 我覺得是四龍賽的馬 因為梁家盡 十一檔 六號馬聲運 南雀 以前完全不會跑菊草 而且今年是完全不肯走的 對 我之前說了很多次 他評分肯定有優勢 但是方仔現在的做法 是想和他 減分 減下去四班 才再淫上去 留下年用 上場爆味 完全不在狀態 七號馬 銘記之心 貴代都跑了很多場 都贏了四場 但是贏完第四場之後 我都說評分沒有優勢了 看到近兩場近而沒有威脅 跑了很多 但是今場馬 對手不強 他又有可能偷雞 跑到第三名了 勇倉派對 撿到一檔 反而覺得未必是好事 跟前了可能會影響到後勁 之前試過 要留得靚 撿一條後面 變成 如果守住六七位 一檔 他又會增加受助機會 當然 潘頓跟他摸到實 他之前問我 要我幫他 問他拿這隻馬來跑 問幾次 問到就馬上贏 鬥戰不用懷疑 但是在三班上 雖然跑到第二名 緊緊輸 包尾追上來 但是輸給當多福 跑人負六 三班 位置馬 感覺 所以不可以找他走投 九號馬合衆共濟 去到66分 評分大有優勢 已經連續兩次都輸一個馬位 明顯狀態跑起來了 上次雖然跑過第三名 在裡面 但是頂到尾 輸給了無敵勇士 如果不是 按摩摩摩 這樣 力流 他其實應該盡走 他力流 拉斯和鬥拉斯 他應該最少有位置 最少有Q 但是結果排第三名 回到來 星雲鳴雀贏馬上次 但是余勢很強 好多隻馬 回來了 排過六檔 希望他堆出來走 守著二三位跑 有權贏 這隻馬 有賠得的 時事好運 Charm Spirit的兒子 在香港 暫時好像佳運法比較好 但這個總是不適合香港 四季起也好 他試襲不是很突出 我想要先減兩分 馬房第二選擇 遲些吧 紅衣火旺 馬房想怎樣 明顯這隻馬 在三班都應該夠爭 但是連續兩次 都不夠人跑 贏了兩場之後 連續兩次都很頑皮 沒有了蔡明少爺馬拍檔 會用回舊拍檔 田太安 田太安騎 這件衣服的馬 通常都很積極 但是這隻馬 我覺得有少少 好像想下班才用 這隻馬 快馬 閃耀榮光 和紅衣火旺 我覺得兩封馬都是邊線 但是紅衣火旺 我始終覺得他是輕磅 他可以爭 放到第三選 藍莊之歌要後追 放到第五選 希望他可以追到一點點 明記之真 位置馬 勇創牌一檔 我怕他會塞 這次要找位 因為他跟前也不行 跟著三四位不好 跟著六七位可能會塞 就是這件事 所以想著想著 一隻能夠跟前 守好位 而且狀態 回來的合衆共濟 可能很好跑 我想我未必會建議到 QT 但反而就是合衆共濟 可以倒下WINPAY 第七場 四班千二米 這場馬 報速應該正常 試偏快 起碼有各事無雙 秒秒精彩 紅中列馬 應該都會快 極爽都快 就是這樣 這個馬面妙精彩 之前說過 他很有趣 他在彎位自己脫後 入直路才再重新 千二米嚴短 追不及 剛剛他也輸給自省財星 自省時機 但輸得不遠 他的魚勢不錯 肯走 我經常說 這部馬真的很有趣 他是最後一次 自己重新 下四班會可以的 葉米這場 跑146米 可能比較好 跑這個路程 我有一點點不喜歡 二號馬順二寶 跑了四班 當然是長期有好處 連續跑了四次 這個路程 最差的跑第六 應該是這樣說 連續跑兩次 谷草 跑第三 萬步足賺 他也是這類型的馬 沒什麼大的優勢 位置三四重載腳 紅中列馬 排十當方 放得出的 第一 第二 近方好像很頑皮 雖然他在田草 跑第二名 那場馬 但之後跑不回來 平分現在57分 是嚴朗 我怕他要減下分 1月9日之後沒有再跑 試襲也沒有 只是拍跳 感覺上馬好像有點落了 冰雪奇遇 轉了馬房之後 上場終於贏馬 你見到他上場贏得很輕鬆 看著你來吃 飛騰追也贏多多 其實他在四班 是好處得很厲害 但是排十一檔 所以不能夠太重視他 分分鐘留得後 就是追不到 這隻馬應該有點用 四班應該還有馬贏 五號馬 辣得嬌 計算近況 其實跟冰雪奇差不多 排什麼檔都好 他一定追了一段 排一檔就贏過馬 貴雷贏了兩次 現在52分 其實在跑1200米 有少少嚴短 跑田祖1400米 可能更加適合 但他是不是也追了一段 這隻馬 現在難贏了 但是貴雷跑了五次 這路程 有一次跑第六 其他兩輪 兩個第二 你不能挖死他 六號馬金鑽貴人 之前我也說過 這隻馬是重點跟進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近兩科集 是不漂亮的 但你看回他之前12月14日 跟一隻英雄豪傑試的貨集 很吸引 他按得緊緊緊 近兩科集 試得一般 坦白說 真的一般 剛剛跟威力賓同試 他自己回到來停 但這隻馬 你記住 這隻馬 在香港暫時未贏過馬 但是 潘頓肯跟他跑 第一 他試習的方式 告訴我 這隻馬是大超班馬 會不會是超班馬 還是會不會是帝豪精彩 試習很厲害 跑不可以 不敢說 但我覺得這筆馬是有些能力的 我不敢說是否比Wingplay對象 因為始終對著辣得嬌那些 但如果被他守了二、三位跑 我不排除這隻馬 可以見到東西 真是金鑽貴人 那些馬主很有錢 鄭宇彤、鄭明亮 7號馬 但沒事 他終於轉彎路程會贏 會上名 但之後跑不回 跑一千米直路 上次直接放不出 他贏馬一場是賺了內蘭偏差 這次會不會有賺 排七檔 應該難一點吧 狀態OK 評分也OK 但在減分 郭士無雙跑了三次 近期近期沒有威脅 最近試一誤雜 上場跑之前和紅圖巨星跑 一般的 他搶了出來後 那些貫注力還沒足夠 風箏 這次我不敢完全把四龍彩的機會 雖然他的評分肯定沒有優勢 但跑一千二米 以前跑局組是厲害的 他在田組一千四米都會贏 所以算上級數 他跑這個路程是對的 但是跑了十二檔 這次如果被他放到二三位 他有權爭 這次馬四龍彩一定有拖 但只是限於拖腳 當差 無可估計 跑了四場 都輸得很遠 1月12日都輸得很遠 回到來後 真的完全不夠 跑這個路程減分三分 暫時應該還要減碼分 十一號馬船 多彩 上場近一點 但已經賺到萬寶束 回到來都不多 你見到他最近的功夫都好像多了一些 但馬好像有點退化 想幫他減分落班 在這組中對手比較強 他應該比較難 當然 這是梁家俊 如果留著 留得好爆一段 五排出有第四名 最多第四 極爽 用阿倫仔 剛剛贏了五班賽 起碼會先贏 先贏填草 一二八磅 贏金剛石 就不太厲害 但他能夠守好位跑 現在不需要再 死走死放 也不是純一千馬 12米都可以 如果被他在前面控制到捕捉 我不排除他 跑到第三名回來 這組是邊線馬多少 渺渺精彩 船里多彩 四龍彩腳 而三龍彩腳 是順二寶 極爽 爭Q的 爭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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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事,梁家俊七档,劉德太猴就追不到 但我覺得他有權爭Q,贏不贏得到,看臨場發揮 但明顯是有優勢的馬 二馬幸運旅程的班特麗右外档 上次排五档回來就輸了 前一次排一档就賺回來贏的祈保 但祈保之後也沒有表現,當然是表現不差 而上場時間都快,輸給新威力 跑贏和力量,計班數在這組裡夠用 但外档難跑,看他追多少位置馬,難贏的 三號馬盡著時,狀態回來了很久 上一場均速了一點 輸給線路刑起的,擺明是被逃脫了 回來騎下去,過不了前鋒 前鋒也是一隻有班的馬 跑贏三身好運,陽明高高 在這組可以繼續搶三三四四 但因為他排檔比幸運旅程好 我就先擺過他 四號馬草上飛,我暫時有點懷疑他千二米夠不夠氣 因為好像一隻九百一千米馬 初出那場看著你們吃的,但誰知道都是鬥輸的 還要輸給他們八卦 當然跑完龍騰飛場,厲害不厲害不敢說 但再出,熱門份子這樣輸是肉酸的 回到來不多 但四貨集呢,12月5號之後沒有跑了 最近是四貨集輸給上見里的菊草集 要輸得不錯,最後幾步好像不夠力 這次我只是怕他這件事 所以我沒有放在貼士上 五號馬,歡樂好友,我應該放在貼士上 何澤耀沒有騎 何澤耀是否停賽 這次換了人,換了何露蓮 大家都知道我很怕何露蓮騎馬 但這隻馬可能適合何露蓮跑 因為守住三四位跑 我沒有放在貼士上,但頭柱上我一定會兼顧 其實他計算死數,他是在 盡著時幸運旅程草上飛之前 但因為我純粹怕何露蓮 當然如果看到極爽去馬,就駁掉這隻 但我貼士上真的怕何露蓮 好時節 Headwater或者下線good journey 鬆鬆地地是好的 潘頓跟他摸得緊的 最近期試貨集輸給團結必勝 很輕鬆上來 再之前試貨泥地集輸給創奇蹟人人之寶 也是很輕鬆的 我覺得這隻馬,草地泥地也沒問題 很明顯有能力的馬 當然 他的進度上 神科上 看的東西是多於金鑽貴人 而且如果金鑽貴人贏了之後 這隻馬應該只剩下三倍 但這隻馬 贏面是高於金鑽貴人的 桃花多,這隻是sebring,拍賣會馬來的 我都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第一課雜視得好,應該是這隻 桃花蜜 桃花蜜 sebring,如果沒有記載是這隻 但上場也看到這隻馬 肯追一點點,始終他應該有能力的 但他要很進步才行 他是追不少的 他看到內蘭,但感覺上好像還可以好一點 因為 很快跑,有心有贏都能夠過他 他內蘭賺到這樣 排個二檔 他要再賺得很厲害才行 帝奧之星的贏馬那一場時間很漂亮 簡直是超班話 但連續跑三次,完全不行 前置又不行,後追又不行 上次也前置,但回到來沒有了 究竟為什麼呢?不懂說 是馬防低潮呢?還是怎樣呢? 不懂解釋 如果跑得回贏馬水準的話 這組都贏了 但就好像近方 一般的 最多是拖腳 跟桃花蜜也一樣 長龍再現 會追一段的,但應該嚴短 不是那麼短的馬 上場就慢時間 他回來的時間 金法勝勢也是後追的 但他完全不夠那隻馬跑 遲些先吧,讓他增情吧 事事奪賽又配合輪仔 似乎是減分的 未得的 1月23號輸5個多馬位 減2分 現在轉回來跑谷草千二米 暫時選不到他 王者奇兵 你看到他上場贏馬,但時間很慢 又是那類型的馬 我說 這些馬 突然間他肯跑回 只要神貨看到他肯跑回就OK 但他 追下去 這隻平山雙星越追越近 而且他的魚勢 比起以前 最好的時候 明顯還有一節距離 當然他是 有分的 在四班是超超的 即是在這個分 他是四班第一馬來的 但是排上一檔後追 我怕是這次追不及 馬功臣說了很多次 以前是623分馬來的 但現在8歲了 明顯地部署 減分落班 輸了今場 37分或38分 才算 更方 不好 這場馬龍藤飛場 一定要選 歡樂好友本身要選 但我怕了賀露連 幸運旅程和盡著士 兩隻位置馬 因為 你盡著士就是位置馬 幸運旅程是外檔 草上飛是未必能放到的 還有一隻 第豪之星 如果他能夠放到前 又捱到尾 加了配備 幫到手的話 他又可以在這裡 拖腳 但是好時節 速度又快 馬又早熟 我覺得這隻馬是有權贏了你 所以 怎樣拖都好 我想我也是 龍藤飛場好時節 一對 又是單Q 有限量的 尾場賽事三班 1650米 步速好像只有大眾開心 勁區 全民皆知 赤馬雄鋒 這些快一點點 但是 全民皆知跑 1600米 好像 不是很 瘋快 所以 赤馬雄鋒可以賺到 因為我馬這隻確妙星先 馬防成手錶配合而來 跑得回的話 其實他在這組裡是夠爭的 聽回前一場 輸給衝鋒型導彈 赤馬雄鋒 今次都是類似的東西 位置馬 潘頓不跑 之後進入減三磅 希望幫到少少手 但是更開心 跑得回上季水準當然是贏了 但是今年完全跑不回上季水準 是完全跑不回 但是聽起來狀態很好 就是跑不回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頭珠上只拖回 四龍採腳 怕他省省了 OK 三磅馬幸福自嘗 我想想想 算吧 我送飯 沒有錢收的 寫給這隻 上次贏馬贏得很輕鬆 報速不快 但他爆 起上來是22秒85 明顯是超班 不是三班馬 入選四 四季系列賽最後機會 如果他要跑的話 這場一定會贏 鬥之一定鮮明 用梁家俊希望正正常常發揮 報速未必很快 但他的爆發力很強 所以應該夠贏 是很輕鬆的 四路馬起連衛星 為什麼潘頓會跑這隻 那麼有趣 近五場也不好走勢 而且1650米其實很短 雖然上季贏1650米 但其實要1800打上 而且泥地厲害很多 不太明白了 近況我不覺得好 減了兩分 當然 他剛剛上場也是跑三班 幾個禮拜前減了兩分 我經常都說 跑分同一路程的話 短期內都應該難一點 追風企足 上場明顯地不要 但他前一場贏馬 又贏得漂亮 我經常都覺得 這匹馬75分打上馬 三班頂馬 看看有什麼時候肯跑 上場賽前那一課閘 我覺得是不好的 但是看到他騎下去 是完全沒有走勢的 看看賽亞報告說什麼 賽亞報告 沒有說話的 找不到明顯異常之處 1月12日之後 正常操練 上重化 沒有特別的 所以 這些馬同志起連衛星都是 最多是四龍彩拖票 兩隻明顯有分的馬 賭馬聰明導彈 用班德黎 之前又用密度納耶馬 上場有少少 可可 穿上來就跑了個第3名 完全對著凌加和瓦爾夫 沒有威脅 李嘉 頒頂馬 馬爾德夫剛好也跑 Pay 他跑完超威星 金像飛凡 健康在望 夠用 但他難再贏 評分上現在 71分是有評分優勢 但是他被动,第一,当是坏,对手强,所以有第二都偷笑 7号马电换时代上场放头,在前面捱回来,报速不算很快 差不多捱到,但他都被迫迫迫迫迫,而且他在前面赚光 所以上场的赛绩不太好,让他先跑泪地 竞区,跑三班完全不够跑,位置马来的,最多都是三四重在一脚 但是这场马没有捕捉,没有什么快捕捉,他跑了一档 如果守着三至五位,内篮贴难走,还要搞这五磅帮到手 有权可以争取第四名,但是边线马,边数,他似是有马配合而来 但是我之前也说过,他1650米也不太到,1800米更加不到 上次是根本没可能到的,跑1400米是最适合路程 但是现在会不会跑一下跑一下,1650米也是最佳路程 我不敢说,但是马房明显有马配合而来 不过,12当,选不了他 白鹿飞长,赢了四班后,上三班上场追下去是没有的 1650米可能现在不是他最佳路程 但是这只马,状态已经一早起了 看看他什么时候追一段 但如果说爆发力,应该不够幸福思想 郭妙星和聪明导弹跑 也是很边线的马 赤马洪峰,下雨会特别帮到手 而上场是赚了万步速回来的 第四名一点都不太好,评分没有优势 只不过是前置,可以赚一下,位置最多 全民皆知,这个路程是不行的 1800米也要均速靠万步速赚 这场马,1650米很难被他赚到尾 减了那两分下班会好些 有三尺马很正常的 郭妙星,聪明导弹和幸福至上 三尺马都明显好些 但边线马非常多 竞区,赤马洪峰,大众开心 这些是明显地三四重彩脚 而再边线一点的四重彩脚 已经说到那些喜连卫星,吹风其足,竞区 八路飞长这些 这场马比较乱些 但我想我都会倾向幸福至上做胆 蔡若翰马房最好当然是非凡 但亦欠位置 敏己,知心,金刚,复星和追风其足 都是位置马 罗虎传马房那五只 我想是幸运旅程大中开心 两只马都明显上季很好 但之前曾经交过很好的表现 但就好像位置马 红衣火王,万众力德,风增都是欠位置 很难赢的马 高东尼马房那五件 我想是问水一点点 很边线的马 五只马都 呂建威马房勝不娇 可以赢得 勇场派对就要争辱 但难 辣得娇也是,一定会争辱 福气多多和胜利波幅都是位置马 我经胜利波幅跟前了不好 审集成马房全日最好应该是南庄之哥和幸福至上 我想赢面比较高的幸福至上 南庄之哥就当虚 帝猴之星跟前可能有位置 希斯马房,赤马熊,蜂蜂之王 都是类似的马 都是边线马 草上飞和开心所在是再边线的马 不可估计是未得的 方家柏马房 上心星位置 度身定座位置 尽着视位置 聪明导弹也是位置 其他马是低一点的 用天柏马房全手马 低一点的会是运来马寶和闪耀荣光 奥隆区,希柏龙,卓妙星和冰雪奇雨 四只马都有权赢Win 丁冠豪马房 比较好一点 魔拳策掌 鑽石复星四冊 陰星极爽 欢乐好友 这几只马是一定要拖的马 遥本辉马房 出四只 最好是陆续爆发 团物力量和王者骑兵 都是边线马 全民皆线不信 伟达马房的四只 最好是顺义宝和亮法宽藤 而赢得的是亮法宽藤 正出魅力四重载脚 文家梁马房 魅力汉子位置 金钻贵人和好时子 两只马都可以赢得 賀賢马房 幸运飞弹 喜悦精灵和威威高星都是位置 合冲共制也是可以赢得 境区位置马 苏惠尔马房的五只 我想行乐志光和仍然赢得是边线马 叶初行马房 我不敢画死他的马 榮冠大道老表情 奇力短的红中列马 红中列马低少少 但首三只可以赢四重彩 而有权争Q 甚至赢得的狼千岁和龙藤飞 苏惠尔马房 苏惠尔马房 仪威和凌峰 两只马都比较稳 亚洲力量又在试路程 波哥哥上场是省了 要进步才行 八路飞长 严短和对手比较强 最多四重彩脚 随尔石马房 边线马来的三只都不多说 高伯伸马房 事事亨通应比刀龙勇士 现在睡眠功力的位置 大金库比事事好运 但又是边线的 鄭俊尔马房两只有力 和勁迹者都是边线 苏布罗马房四只 新威力明显好 何良马房两只位置 四重彩脚